大家好,我是赵老师 咱这期视频来给大家讲解常用换字的结构分析 感、清和微这三个字 那我在讲的过程中 希望大家认真听 然后来思考一下 你想的这个字的结构 就是说应该是怎么样去安排的 来看看和我讲的是不是一样呢 首先来看第一个感字 大家看一下 其实感这个字 我拿到它的第一反应是 这个字要怎么样 要中宫收紧 什么是中宫 其实我们再给大家这个普及一下 在汉字里面 我们说一个字的中宫就是指这个字 以它的这个重心为中心点 比如说杆字的重心大概在这一块 那以这一块为中心点 它周围的这些笔画往中间去聚拢 什么感觉呢 你看就感觉 以它的这个重心为中心点 你看往这 是吧 然后笔画往中间聚拢聚拢 甚至是内聚而外散的 你看有没有 这里你看 中宫要这里要收紧 然后呢 该放出去的笔画你要放出去 比如说树往这走 你看纳画往外 是吧 横往这 但是这一块你看是收得很紧的 是吧 左右两边是相当紧凑的 那你看这是杆字 那你看我们怎么去写这个杆字呢 首先这个字的这个不守啊 折纹你得能够规范书写啊 折纹你看我们来写一下折纹 大家看一下你看撇 往这走 撇的尾巴 撇的尾巴要怎么样 不要写的太弯 然后呢 在撇的尾巴这 我们接上横 是撇的尾巴这接上横 往上走 往上你不要写太平 然后撇画要靠里写 不要靠外 你看撇画这样弯过来 往这走 然后纳画往下压 纳这个角度稍微有点写 还可以再往下压 再低一些 看见没有 你要保证是撇高纳低的 撇高纳低 这一块你看上部这里要收紧 字头要收紧 底端你看撇纳要展开 看见没有 是上部收下部展的 这样一个字形 这是反文旁 那你看杆字 我们来看一下杆字 左部你看横折 好往里收 然后再来一个横 大家看一下 左部长又不短 是吧 然后竖画 直行往下 再来一个竖画 这个你看 这个腿可以拉长一些 直行往下 你看一横两横 然后你看提画 这是怎么样的 往上走的 你看它左部你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横向笔画 都是往右上倾斜的 是吧 就好像往中间去聚拢一样 明白吧 然后你看右部反文旁 你看撇往这走 好 在撇的尾巴 这你看我们来接上横 这个横不必要写太宽 然后你看撇画往这聚 大家看一下 它往右上走 它往左下来 往中间聚 你看纳画往外 延展出那角 大家看一下 纳画往下压 延展出那角 这是杆子 你看 它左部往右上 右部往左下 你看形成合抱的姿势 这样左右两边 挨的是非常近的 这块收得近 然后呢 你该放出去的笔画 你要延展出去 就可以了 这是杆子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个 轻字 轻这个字 它是左右结构 那你看拿到左右结构字 其实我是觉得 你首先要两边去对比 它的宽窄高低的问题 那你看这个字 其实是左右 这个左边窄右边宽 那高低上来说呢 你看 它是怎么样一个字形 你看左边瘦长的 然后右边要宽而短 而且它的位置 基本上是处在 这个车子旁的中间的 你看上部比它矮 下部比它高 可以没有 你位置你要确定好 那你看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轻字 先来看一下 它的部首车子旁 你看横往上 然后撇折 和它平行的 大家注意 你看右边是对齐的关系 然后注意 先写竖 然后你看 齐画向上 这个齐和这一部分挨得近一些 下面腿流长一些 你看它右边是对齐的关系 这是车子旁 受长挺拔 那你看轻字呢 大家注意你看 横 然后撇折 树画 往下走 然后你看齐画向上 这是左部车子旁 然后你看右部 从这写 横 斜 往这走 然后点画 好 然后横 树 再来一个 大家看一下 这是青子 其实在左右结构字里面 如果说左边有树 而右边是平的 那你底端必须是左 这边低 哪边有树哪边低 明白吗 哪边有树哪边低 这边是平的 这边就要高一些 这个高低的落差 你是一定要体现出来的 这是青子书写 然后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危险的 危 危这个字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上部的斜刀头 其实也是一个重点 因为很多人斜刀头写不好 那你开头这个字就毁了 很多人写的斜刀头呀 都是那种又宽又扁的 其实斜刀头 它是怎么样写的 大家看一下 你看撇是直的 是吧 然后在撇的中间 偏上的位置 我们写横撇 注意横短撇长 而且你看横撇撇到哪了 你要撇到于上部这个撇 起笔位置这样对齐 上下对正 可以没有 你不要过度撇 你看有的同学 就感觉我撇到这儿去 那你看你到哪了 你到这儿了 上部这个撇起笔位置在这儿 其实这样子也不好看 横撇就撇到这个 上部这个撇起笔位置就可以了 你看它是比较瘦一些的 比较窄一些的一个部首 那你看我们来看下面的 撇然后横短 撇长到这儿 然后你看注意 横要短 然后你看撇画竖向往下走 可以没有 其实你看看 你上部写 写到头还是正常写 是吧 然后从下面 这里你就可以按照 是左上包的那种结构去写 就是你这个框架 你看横向短 竖向撇要长 然后里面内容 弯钩往外放出去 你看我们来看一下 横向短 竖向长 然后里面内容 你看横 折钩 好 这里是收着写的 然后你看竖弯钩往外放出去 伸展出去 然后向上出钩 这是V字书写 你看 这一块是收的 和这个横向基本等块 然后你看竖笔弯钩放出去 明白吧 这是V字的书写 好 那你看我咱这期视频 关于感情和V字的写法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了